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仅仅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我这个人是有农村情节 1969年1月份插队 老百姓帮助他们的话 有什么师的我送一点 谁送完一碗酸菜 今天生活又赶上 我们作为共产党人 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 真正的为他们办事 否则我们的良知在那里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我们始终把坚持久而共识 作为同台湾当局和各政党 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 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 只要做到这一点 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 同大陆交往都不存在障碍 到这个十八栋的时候 就发出这样的感触 这个要精神 否则就是手榴弹炸跳走 不解决问题 我们要全面贯政党的民族政策 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爱护民族团结 像十六子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不仅符合当代中国时机 而且符合中华民族 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 兼容并序 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 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 重大贡献 新百里路半久时啊 不要搞那些急功近利 虚假政绩的东西 现在就要敲打 防患于未然 防危杜鉴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脑在人民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当共产党的官员 当人民的功夫 拿着国家资源 去搞行授会 去搞全钱交易 这个账总得算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 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 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 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 要贵与重逢 始终崩紧 粮食安全 只能闲 始终坚持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 确保产能 适度进口 科技支撑